WIT泡茶教學之如何把茶葉放到茶壺如何自茶 泡茶時是如何把茶葉放到茶壺 用茶池茶掃咬茶葉倒進茶壺 還是用茶者把茶葉倒進茶壺 本集是WIT對自茶方式的疑問 影片分把茶葉放到茶壺的疑問整理出可能的原因 WIT自己泡茶經驗 把茶葉放到茶壺的疑問 WIT一直對用茶者把茶葉倒進茶壺有個疑問 在網路找的如何泡茶影片或圖片 大部分都用茶者自茶 茶葉罐把茶葉倒在茶者 或用茶汁茶燒咬茶葉倒茶者 茶者再把茶葉倒入茶壺 為什麼茶葉放進茶壺中間要透過茶者 因為不論是待WIT開始泡茶的叔叔 還是去茶餐買茶葉到攤位試喝 都沒看過用茶者把茶葉倒進茶壺這個動作 WIT自己在泡茶放茶葉的方式 用茶池茶燒咬茶葉袋中的茶葉 用茶池茶燒把茶葉倒進茶壺 WIT去茶店買茶在攤位試喝的時候 都是用茶池茶燒咬茶葉中的茶葉 用茶池茶燒把茶葉倒進茶壺 甚至有些攤位泡茶會直接從袋裝茶葉把茶葉倒進蓋碗中 連茶池茶燒都沒在用 整理出可能的原因 WIT自己思考整理出的兩個原因 原因一 泡茶目的不同 如果泡茶是自己要喝的 會用茶池茶燒咬茶葉倒進茶壺 如果泡茶是表演或教學 需要把茶葉放到茶則上給人觀賞或講解 觀賞或講解完再用茶則把茶葉倒進茶壺 原因二 避免水氣 泡茶流程的溫湖溫杯會讓茶壺開始產生水氣 茶池茶燒自茶的過程可能會把茶壺產生的水氣帶到袋裝茶葉中 茶葉先放到茶則 茶則再把茶葉倒進茶壺 可避免水氣與袋裝茶葉接觸 WIT自己泡茶經驗 WIT泡茶都是用茶池茶燒咬茶葉倒進茶壺 自茶完成 袋裝茶葉就直接收起來 用這個方式泡茶三年多 還沒出現袋裝茶葉受到水氣影響 所以不懂為什麼要用茶則自茶 是不是真的跟WIT整理的原因相同 為了表演或教學與避免水氣影響茶葉 請知道的人在影片下方留言幫WIT解惑 WIT是用防潮箱存放茶葉 可以參考之前的影片 連結會放在右上角與下方說明 希望WIT的泡茶影片對想泡茶或剛入門泡茶的人有幫助 讓更多人可以享受到泡茶與喝茶的悠閒時光 如何把茶葉放到茶壺 如何自茶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還沒有訂閱WIT頻道的請協助訂閱 WIT感謝您 有什麼想說的想問的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協助按我喜歡加分享 想先看到WIT的新影片可以開啟小鈴鐺通知 我是WIT 下次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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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